电影爱瞎看陪你砍大山 欢迎来到瞎间看 我是老二 上个世纪90年代 风水堪雨之风盛行 许多人坚信通过大师之手能够改变命运 让自己的人生顺风顺水 化解一切危机 但个人命运真的能够依靠他人轻易改变吗 话不多说 且看今天老二为大家带来的电影 鬼迷心窍 五年前男人卓文身重色教 求助无门之时误信一位名叫刘胜明的大师 最终导致自己家破人亡 自此之后卓文一直对刘胜明怀恨在心 一晃时间过去五年 胜明成为了一位赫赫有名的玄学大师 他身边有贤妻DK陪伴 两人婚姻生活幸福美满 育有一女 可实际上DK经常被胜明冷落 这天DK正看着爱情片安慰自己 谁知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身后 本以为是丈夫激情重燃 可来人的一句 圣明为何冷落贤妻 让DK瞬间清醒过来 面前的男人正是卓文 见到陌生人闯入 DK心里猛的一惊 正当他惊慌错愕之时 身体突然出现在天空之中 这诡异的一幕让他尖叫出声 惊醒之后才发现这是一场梦 妻子的异常圣明并没有注意到 而是一心忙于工作 近来静豪花园多次发生工业意外 恶贵传闻不禁而走 地产商重金请圣明前来驱鬼 圣明立刻应允三个小时内解决 他对外界宣称仪式需要保密进行 实际上只是为了更好摸鱼打混 等感觉时间差不多 圣明身着道袍 假决念咒四周瞬间燃起熊熊大火 就在旁人以为他就要丧身火海时 完好无损的圣明从火焰中走出 他一边摇动铃铛一边念诵火明咒 渐渐的凶猛的火苗全部熄灭 在场所有人无一不为之震惊 面对电视台的采访 圣明承诺未来五十年都不会再发生意外 并且这里将会成为一片旺帝 可就在他笃定的回答时 周围突然传来诡异的笑声 似乎在嘲笑圣明所言 但奇怪的是 其他人并没有听到 驱轨成功后 地产商答应给圣明十个单位 并且拉出之前骗人的神棍 想要一枪将其毙命 圣明连忙阻拦 表示恶人自用天收 结果话音刚落 神棍当场心脏病突发暴力 地产商见到这一幕后 更觉得圣明法力高强 结束工作的圣明回到家中 他经常教女儿喃喃念心经 虽说能够看破别人的心思 但当发现DK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时 圣明并没有放在心上 突然一个诡异的声音传来 警告他小心报应 圣明瞬间惊慌起来 透过DK的眼睛 他了解到真的有男人出现 可这个男人的面孔 却无比陌生 作为玄学大师 许多人都慕名而来 但圣明却总是以双修的名义 欺骗无知少女 这天双修结束后 还剩一个20万的房屋风水单字 圣明自是不敢懈怠 带着纪念品水晶朝目的地赶去 刚到楼下一股邪气扑面袭来 昏暗的房间中布满了灰尘和支柱网 破旧的桌子却放着一件 精致的性感睡衣 与周围的气氛大相径庭 圣明拿起仔细端详之时 一只蝴蝶从中飞出 他的视线瞬间模糊起来 这时一个男人 缓缓从漆黑的走廊走出 男人正是圣明五年前骗过的卓文 也是那个出现在DK梦中的卓文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件事已经被圣明淡忘 二人刚一见面 卓文举止怪异 但因为他出手阔绰 圣明也不好言语 送出水晶后 他发现房子风水极为邪门 住在这里的人很容易被下色降 不过只要设下一个五星局 方可万事诛顺 可等准备排列阵法时 突然发现五星局已然存在 怕主厨的鸭子到嘴飞了 圣明只好称自己是南极先翁派 其他人一定不知道这个五星局 但其实在此之前 已经有风水先生来过 因为改风水失败 护主得重病去世 他生前经常借医生的名义 欺骗无知女孩 这缺德之人死了也不足为息 不经意的话语 却似乎句句都在暗讽圣明 圣明倍感尴尬 谎称时辰不合改日再看 风水学主要封为鸾头和礼器 所谓的鸾头即山体山势 山之形势以风源秀丽 水以环保有情 而在影片中提到的五星局 正是鸾头风水里的五星形体 五星即金木水火土 各代表着不同形状的山势 火南水北木居东 稀有金星土在中 此为五星来俱讲 天壤正气福无穷 火言其锐也 水言其波也 木言其直也 金言其圆也 土言其方也 金之体圆而不坚 金之性静而不动 木之体直而不方 木之性顺而调畅 水之体动而不静 水之性沉而流下 火之锐而坚不静 火之性炎而飘扬 土之体方宁而定 土之性镇静而驰 五体贤辈 弃之至胜者也 因由梅有烈 故梅者贵也 贵者蜿蜒起伏多变 如活龙活蛇之事 烈者见也 见者直应枯稿 如死蛇死善之事 五行之行事 以肥满为美 低效则不咸 但不宜兽 若低效而由兽者 则无生气为不吉 适者以摆动为妙 曲曲则不咸 但不宜七邪 若曲曲而又七邪 则不成星体 故此山鸾星体归纳有 圆直曲肩方五种 端圆者为金体 耸直者为木体 曲曲者为水体 尖锐者为火体 方平者为土体 此事星辰主体之行 但在82分钟后 圣明却再次折返 房子里隐隐闪烁着红光 吸引着他的步伐前进 他试图用微弱的火光 看清楚里面的状况 却不想一张骇人的鬼脸 梦然出现 周围涌出诡异烟雾 墙洞也随之消失 圣明擦去墙上的灰尘 发现那个签名 赫然正是自己留下的 这时他才明白 自己有麻烦了 圣明逃跑的同时 还不忘拿走水晶 不料水晶突然移行换位 碎裂一地 本想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天花板上吊灯 诡异掉落 圣明连忙躲避 可墙壁上自己的签名 猛然放大 慌乱间他掉进破裂的地板下 这里水流急促涌动 无数具尸体诡异飘来 放眼望去四周一片漆黑 不知出口到底在何处 圣明拼命挣扎想要逃脱 等清醒之后才发现一切都是幻觉 而他依然在那间破旧昏暗的屋子里 明白自己既不如人 圣明再也顾不上拿水晶落荒而逃 谁料刚到楼梯间四周灯光 突然熄灭 他掐绝念咒 想要知晓是何方要念 昔黑的角落里一个男孩悠悠的站在那里 看清楚来者是人不是鬼 圣明终于放下警惕 回到家后他立刻查阅过往事件 发现来找自己看风水的正是卓文 那次解降头 圣明并没有成功 可想而知 卓文的结局也是悲惨的 就在圣明感到诧异时 DK突然身穿性感睡衣出现 他开心的炫耀着自己的新衣服 并且表示很喜欢圣明送的这件周年礼物 圣明一时间摸不着头脑 自己根本没有为DK准备礼物 更不会买如此性感露骨的衣服 但看到浸纸上的字迹 圣明还是吃了一惊 不过他很快便收起自己的表情 呵斥DK快去换衣服 DK的表情从欣喜转为失望 圣明却没有注意到 这时南南的声音突然传来 听起来似乎有人在和他玩耍 但偌大的家里除了夫妻二人 怎么还会有别人 两人顿感不妙上楼查看情况 南南指着空气 称自己在和叔叔说话 以为是鬼魂作怪 圣明立刻结印做法驱鬼 谁料所谓的叔叔只是一个玩具 而玩偶和性感睡群 是一同送来的 就在一家人不知所措时 一阵微风袭来 无数只蝴蝶飘舞在空中 再看信纸上 同样有着蝴蝶的标记 想到今天的遭遇 圣明知道这是卓文在作怪 他来到酒吧寻找卓文 谁料酒吧就要关门打击 就在圣明准备失望而归时 一个美丽妖娇的女人 飞飞走向舞台 动人的歌声瞬间撼动圣明的心 他一时间看得呆愣在原地 飞飞辗转在许多男人的怀抱中 最终将球抛向圣明的方向 但很明显球是送给身后英俊潇洒的帅哥 帅哥悠悠的称自己叫卓文 圣明坠入爱河的心瞬间清醒过来 可卓文已经悄悄离去 圣明发现后连忙开车追上去 谁知卓文早已屈身于车上 圣明并不相信面前的就是解降头的卓文 但卓文的话却自自如真扎中他的心 圣明人前事业家庭美满成功 可他却是人面树心 自己在外沾花惹草 却害怕DK背叛自己 不懂解降头却为了钱误人性命 不过不要紧 现在卓文已经学会法术 就算自己不复仇 上天也会惩罚圣明 圣明做贼心虚想要开车逃离 眨眼的功夫 卓文竟再次消失不见 就在圣明诧异之时 一只白马突然出现 不明所以的他连忙躲了起来 正巧飞飞从酒吧走出来和他搭讪 美女垂帘之下 刚刚的惊慌和诧异全然消散 两人开着车狂飙 好不畅快 圣明大师人尽皆知 飞飞也想通过双修转运 但她不是普通的女人 不知能不能这样做 圣明一副专家模样 表示这是一迷的法术 如果飞飞想要转运 自己定会力所能及帮助 毕竟她可是香港唯一有双修法术的大师 丈夫在外泡妞 DK却一人躺在沙发上熟睡 卓文再次前进她的梦里 表示圣明可能在和别的女人鬼混 DK也应该放下心理的坚持 在卓文的帮助下 DK的情绪得到释放和缓解 可她却不曾注意 身后墙上的结婚照诡异破碎 一日清晨 DK来到商场买漂亮衣服 一身红衣的她性感妩媚 男男在一旁表示爸爸很讨厌这种衣服 DK一听瞬间沮丧起来 就在她纠结之时 卓文突然出现在身边 表示自己可以送给她 DK见到卓文觉得有些眼熟 卓文却笑嘻嘻表示 两人是第一次见面 看着面前奇怪的男人 DK拉着男男就要走 可一转身 男男已经不在身边 她连忙跑出去寻找 只见男男在阶梯上玩耍 但在那之上 几个油漆桶滚落而下 DK联盟冲上去抱着男男 危急时刻 卓文冲上去 施法拦下油漆桶 救下DK母女 男男联盟给妈妈道歉 她看到妈妈因自己而生气 所以才会自责的跑出来 男男再三表示自己会读心术 并且称是卓文教她的 这时卓文提醒DK她爸爸出事了 嘱咐她快打电话去加拿大 就在DK诧异之时 一个女人突然跑过来 把黑家沦位的贴身衣物交给她 并且表示这是圣明送的 回到家后 DK想要回加拿大探望爸爸 但圣明却极其敷衍 表示自己开谈做法起伏即可 连一个问候电话都不愿打去 一旁的男男开口道出 爸爸心里有邪念 自己会读心术 能看懂别人的内心 DK奸壮想要学习读心术 男男却表示她没有会根 圣明谎称开谈做法 为岳父起伏 实际上心里满满是非非俏丽的身影 见到家人后 还装作一副清高模样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二人很快便开始双修 但非非却很讨厌圣明的毛手毛脚 似乎在有意避开一些东西 情绪上头的圣明全然没有注意到 沉浸在雨水之欢中 在外喜欢潇洒浪荡的女人 在内却要求DK保守穿衣 但近来DK总是身穿性感睡衣 甚至还买了一套黑加伦味的贴身衣物 这不免惹得圣明一阵暴怒 DK没有像以前一样顺从 因为他发现圣明对自己撒谎 明明没有给生病的父亲打电话 却谎称父亲现在并无大碍 事到如今圣明仍旧在狡辩 这做法让DK也变得态度坚决起来 妻子的坚决依旧没有影响到圣明 十小时后他参加了电视台举办的新秀大师比赛 参赛嘉宾是卓文和圣明 卓文先发之人提议自己负责推出圣明堂的风水局 圣明负责推算他的前世今生 就算他输了也不丢人 二人相视一笑比试正式开始 卓文掐指一算发现圣明堂的风水是极品局 但虽说江山如此多交 一山傍水举世无双 可惜表面风光 背地里却千疮百孔 风水局被猜中圣明情绪激动 卓文却挑衅到这多亏圣明大师的著作 圣明哪咽得下这口气 推测前世今生对他来说也极为简单 前生卓文是个太监 今世风流成性 家有贤妻却在外沾花惹草 结果在印尼被吓色将 最后落个家破人亡 好在卓文尚有良心 四处求助 最后找到一个公认是大师的人 推算到这里 圣明的声音戛然而止 原来眼前的卓文真的是找自己解降头的卓文 如果他把接下来的事情全部说出来 那自己的招牌一定就会被砸 无奈圣明只能把剩下的话说回 但这样的话他就是失败的一方 迥样最终也被公之于众 卓文见状连番打击 拿出黑加伦味贴身内衣挑衅 以为DK的那件也是他买的 圣明一时间暴跳如雷 扑上去就要殴打卓文 殊不知正中卓文的计谋 如此一来圣明的窝囊像被所有人目睹 圣明气不大一处来求助玄学会的人 谁知他们只想看戏 就在他失魂落魄之时 地产商仗义之言 要出面惩治卓文 对于危险的到来 卓文并没有察觉到 反倒是对着自闭症的男孩自言自语 他劝说男孩别再怀念死去的家人 别再留恋失去的东西 看似在劝说别人 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是卓文心底的执念 他沉迷怀念过去 殊不知仇恨已经蒙蔽了自己的双叶 一股复仇之祸渐渐在心中燃起 作为罪魁祸首的圣明仍旧在逍遥快活 为了让自己尝到永久的甜头 圣明建议菲菲做自己的信徒 以后运气各方面都会十分顺利 其实菲菲已经别无他求 他其实是个男儿身 却有着女儿梦 所以经常遭到欺负和殴打 如果不是有卓文鼓励陪伴自己 就没有现在的菲菲 兴许是说的太过激动 冲完澡后 菲菲忘记包好玉姬 结果男人的躯体被圣明一睹全貌 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菲菲是个男人 一阵翻江倒海的感觉涌上心头 抱着马桶疯狂呕吐 这时菲菲终于认清楚眼前男人可憎的面貌 所谓的大师不过是一介登徒子 圣明实在扫兴至极 结果一出门碰到卓文骚扰 愤怒之下冲上去动其手来 周围的群众认出圣明并且将他拦下 卓文对此却并没有恼怒 丢下一句恶人自有天收 潇洒离去 等圣明清醒过来 才发现自己的食指竟全部开始流血 不出所料 晚饭十分一扁凸起 圣明被恶鬼附身 身体瞬间不受控制 两只手死死掐住自己的脖梗 DK见状连忙安置好男男 再到楼下帮助圣明 结果却发现被鬼附身的圣明跑回楼上 怀中抱着的赫然正是男男 DK焦急的抢走男男 不料眼前的男男竟变成一个害人的娃娃 DK一声尖叫 丢掉娃娃逃跑 谁知圣明嘴中发出啄文的声音 他死死还住DK令他难以挣脱 圣明疯狂做斗争控制自己的手放开DK 可卓文的力量明显更强 他把DK扑倒欲行不轨之事 圣明哪能见得别人吃自己老婆豆腐 瞬间他的灵魂就占据主体 本以为一切已经相安无事 谁料卓文的声音仍旧回荡在脑海中 他谴责圣明一招得志就鬼迷心窍 欺骗那么多无辜之人到底良心何在 一旁的DK焦急万分求卓文放过 卓文愿意给这个机会 但圣明很明显不值得DK这么做 他承诺只要回答对三个问题 自己就放过圣明 可面对二人的两个感情问题 圣明只能回答出一些肤浅的话语 第三个问题 卓文把话语权给到DK 用圣明的身体与他接吻 分辨出到底是圣明还是卓文 虽说同一个人同一张嘴同一个舌头 但到最后DK成功辨认出与他亲吻的是卓文 问题答对卓文终于肯放过圣明 化作一团黑烟潇洒离去 可直到现在圣明仍旧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反而怪罪DK为何知道那是卓文的舌头 DK一时间心如死灰和喃喃在沙发上躺了一夜 一日清晨精神病医生到访 他表示卓文大病出狱 刚出院并不会使用法术 昨晚的一切不过是圣明执迷不悟 导致自己走火入魔 圣明却仍旧不相信 大声炫耀是卓文不如自己 眼看他如此执迷不悟 精神病医生失望离去 知道了卓文没有法力 他立刻联系地产商开始报复 他气不过卓文勾引自己老婆 硬要拉着DK一筒钱去 DK担心喃喃一个人在家不安全 可圣明只顾及自己的面子问题 明明他才是做贼心虚的一方 却表现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 以前追逐梦想的丈夫变成现在的模样 直到现在还死不悔改 DK心中充满失望 既然要证明自己和卓文有一腿 那他就去做这个事情 花音刚落 DK冲上楼去 如今圣明仍旧放不下自己的大男子主义 不断威胁DK道歉 这时地产商带着小弟赶到 嘱咐完圣明快点离开 后便潇洒离去 本以为是他们简单教训一番作罢 结果竟是向房子里丢燃烧瓶 圣明连忙赶上去救DK 谁料在拐角处与地产商小弟相撞晕了过去 昏暗的房间里 DK四处寻找卓文 却不想见到了那个患有自闭症的男孩 面对他的询问 男孩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正当他不知所措时 燃烧瓶突然被扔进来 房间里突然燃起熊熊大火 DK连忙拉着男孩数处躲避 可走到哪里都有残酷的火光阻拦 就在二人无处可逃时 卓文施法救出男孩 却抛下了无辜的DK 自己已经放过圣明 可他却找人放火来杀害自己 卓文一时间愤怒不已 虽说男孩患有自闭症 但他有一颗懂得回报的心 DK在大祸之中保护自己 现如今又怎能对他的死赤若无毒 无奈卓文折返回去将DK救出 玄学界败类刘盛明纵火杀人 靖豪花园再次发生工业意外 这两条新闻报道铺天盖地袭来 盛明从玄学大师变成过街老鼠 徒弟也跳槽跟从卓文 就连玄学会的人也要踩上自己一脚 盛明的仪式英明被毁坏 地位从天堂降到了地狱 猛然回首间才发现能回的地方只有家 刚到门口却看到DK要带着南南离开 并且已经拟好离婚协议书 原来DK父亲去世 母女俩要回去温丧 这么重要的事情盛明全然没有放在心上 以前再错DK都愿意跟着他 可这一次他终于明白 眼前人已非心上人 家庭事业全没落 从天堂坠落到地狱 盛明接受不了如此大的落差 整个人都变得神志不清落魄至极 以前最不屑的东西变成他谋生的资本 偶然间飞飞发现后收留了他 可谁知卓文仍旧不愿放过他 假装爱慕飞飞登门拜访 飞飞虽然欣喜至极 但电视机上的内容令他寒心 卓文想要通过拉踩盛明 让自己的收拾率更高 好在主持人尚有良知 及时制止摄像师并暂停了卓文的节目 因为盛明的精神状况 有关部门把他关进精神病院 提起精神病院 盛明的师弟也在里面 卓文正是师弟用七根针制好的 看在同门师兄弟的份上 师弟派卓文出去点化盛明 帮他寻找生路 谁知他一直执迷不悟 鬼迷心窍 把自己的命运变成了一个死局 事到如今盛明仍旧不觉得自己有错 如果不是世上的人总是不满现实 还想要得到免费的午餐 自己又怎么会有机会骗他们呢 现在一切都已经来不及 后悔也为时已晚 好在盛明又想到一条路 置之死地而后生 这下结局就会大圆满 他想和师弟一同出精神病院 但师弟却不愿同行 清醒后第一天 盛明特意给DK和南南准备了一份礼物 这是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交代给菲菲之后 盛明去找卓文还债 菲菲明白这可能是一条不归路 因为卓文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虽说师弟的七根针救了他 但也同时给他带来了无限苦恼 卓文在修行的路上已经入魔 他失去了七种人类的感觉 家破人亡的心灵伤痛 七根铁针带来的肌肤之痛 相比较自己承受的痛苦 盛明所遭受的又算什么 只要盛明一日活在世上 自己就要永远折磨他 盛明明白此行危险至极 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更何况自己欠卓文两条人命 这次他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准备 只要能够弥补自己曾犯下的错误 一切都在所不惜 昏暗的房间里 强动闪烁着耀眼的红光 盛明明白卓文一定就在里面 但不知为何几次呼唤却无人回应 就在他感到诧异时 勃耿间突然传来一阵凉意 一股强大的犀利从强动中传来 盛明强壮的身躯瞬间卷了进去 菲菲从外面冲进来想要救他 可还是为时已晚 穿过强动一个阴森的迷雾世界赫然出现 一匹马儿悠悠的开口讲人话 吓得盛明落荒而逃 谁知周围不断传来喃喃和低气的声音 盛明立刻掐绝念咒令自己清醒 而卓文也不再躲在暗处 复出这一天他已经等待许久 妻离子散的痛苦盛明已经体会过 这七根针的折磨与诅咒 卓文也要他尝一尝 他拔除七根针扎到盛明的头上 意想中的惨叫并没有到来 盛明强忍痛苦盘坐在地 迷雾之中马儿驮着DK缓缓出现 原来卓文想要举行某种邪恶仪式 让自己的老婆附身于DK 二人就可以永远在一起 可DK并不知晓这一切 他以为只要盛明经历过痛苦 就能够得到解放 他心如死灰的拿着铁钉走向盛明 一根铁钉扎进去 四周无数烟雾迸迸发而出 DK的身体被挤到闪电缓缓脱起 仪式正式完成 卓文的老婆成功俯身 虽说二人阴阳相隔许久 但再次见面 他们还是忍不住相拥在一起 不料卓文老婆突然性情大变 张开血盆大口就要撕咬卓文 盛明知道他在地狱已久 早就已不是原来的模样 他举起铁钉扎向DK的头颅 凄惨的哀嚎声不绝于耳 看着老婆如此痛苦 卓文不顾劝阻拔出铁钉 盛明想要解决二人的恩怨情仇 结果却被卓文老婆阻拦 他明白卓文就自己上来 不是因为爱 而是因为愧疚 家破人亡的结局是自作孽不可活 如果不是卓文沾花折草 又怎会身重色降 自己不知悔改 却把错误推到别人身上 时至今日还在怪罪别人 二人你推我嗓纠缠在一起 结果无意间把盛明推下地狱 卓文老婆连忙拉住他的手 卓文立刻冲上来拉住二人 卓文从未听过老婆一次话 这一次他却顺从跟着跳入地狱 盛明的噩梦终于结束 心也已经被点化 劫后重生的他懂得了珍惜别人对自己的好 飞飞也成为他的好朋友 而卓文也并没有死去 二人成为了两个过命朋友 并且开始共同打击神棍 防止他们继续祸害人间 但无奈神棍的数量仍旧有增无减 因为迷信的人越来越多 全偏完 在古老神秘的华夏土地上 事关周易风水的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渊源流长 不过这也给了一些人可乘之机 明明不懂却要装懂 只为了骗取他人钱财 一时的贪念可能会导致他人家破人亡 这既是不尊重传统道家文化的表现 也是不尊重他人生命的表现 盛明和卓文代表传统正宗的道家文化 出手打击那些冒充者为传统道家文化发声 为那些被神棍残害欺骗的可怜人发声 切勿为萧小之徒玷污了道家文明 咱们下期见